嗨,大家好,我是Susan,欢迎来到Garden365新西兰生活频道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给蔬菜水果搭架子 这个架子搭建起来非常简单,不用一根钉子 而且拆除起来也很方便 非常适合我们家庭小规模的种植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今天我要用到的材料非常简单 就是这种金属的框架和用在花园里的塑料的杆子 这些呢,也是我在Bownings买的 因为Bownings离我们家比较近 我喜欢就近取材 我们先把两根长2.1米的塑料杆 沿着小菜框的边缘插到土里 如果您家里的土层比较硬 也可以用一个锤子从杆子的上端敲一下 把它钉到土里 然后就可以把金属框架固定在塑料杆子上面 虽然现在看上去摇摇晃晃的 等我们把上面的支架搭好 它就稳固多了 这个框架是1米8高 做完之后下面正好还可以走人 这个架子的好处就是拆装容易 不需要一根钉子 冬天呢,我可以把它拆掉 存放起来,第二年继续用 而且还可以换地方 半个小时左右架子就搭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利用这个架子来给四季豆绑绳子 我们要利用这个杆子在上面绑几根绳子 让四季豆沿着绳子往上爬 在这之前我们先用粗一点的铁丝来做一些小卡扣 这样呢就能很好的把绳子固定住 不会被风吹的摇摇晃晃 当然这个在建材店也可以买得到 不过自己做更便宜更简单 我把铁丝剪成25厘米长 然后从中间对折 今天我们就先做这些 等以后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做 然后我们准备一卷麻绳 把麻绳的一端系在上面的塑料杆子上 另外一端定好位置 把铁丝做的小卡扣插到土里固定好绳子 就这样来来回回的绳子就绑好了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这样架子的三面我们就都利用上了 我们再来示范一下 非常简单 只要把铁丝插到土里 就能把绳子固定住 这是架子的顶端 如果觉得空隙有点大 那么随着植物的生长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再加几根杆子 这种简易的架子非常适合小菜框 我们要把用来固定的塑料杆和金属框架 分别放在小菜框的内外两侧 这样就非常牢固 大家不用担心它向一边侧倒 而且小菜框越高越牢固 好大的架子我们搭完了 再看看小架子 这个架子就再普通不过了 我们也可以用竹竿来搭 不过今年我要用这个普通的架子 中间的三角空间来给番茄防鸟 架子的一边 我固定了两片格子比较细的金属网 像有一些瓜类 比如苦瓜 它的藤须比较细 需要格子小一点的架子 如果格子太大呢 它很难爬 只会互相缠绕在一起 这是一棵我刚刚移好的小雀瓜的苗 为了防止它被太阳晒伤 我用一个小塑料盒 给它遮遮太阳 我的计划是想让架子的一面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爬满瓜 这样呢 就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而架子的另一面呢 我可以用塑料网照一下 这样呢 番茄就在架子的中间 就不太容易被鸟啄到 现在番茄还没有成熟 那么这两根杆子我们也不能浪费 我在旁边呢 种了两颗黄瓜 同样的 为了让它能够好好地缓苗 不要被太阳晒伤 我也给它造了一个塑料的花盆 两三天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花盆拿掉了 在架子的中间呢 我立了四根杆子 种了四颗番茄 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在小菜地的另一边呢 我也做了三个单片的架子 它们呢离树很近 我计划呢 在架子旁边种两颗丝瓜 让它们沿着架子 爬到树上 我的小菜地不大 又想多种一些爬藤的品种 所以呢 就只能尽量地利用 有限的空间了 在这两片架子中间呢 我又加了一个横杆 这样又能为四季豆 绑攀爬的绳子了 这就是我今年搭的所有的架子 我要用它们来种 红瓜 丝瓜 苦瓜 香瓜 非常期待两个多月后的收获 这是从楼上看下去的效果 还算整齐吗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 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